言是而不能立 言非而不能废 有功而不能赏 有罪而不能诸 若是而能致民者 未知有也 是必立 非必废 有功必赏 有罪必诸 若是安置已 未也 是何也 曰 行是器械未聚 由之不至也 行是器械聚四者被 至已 不能置其名 而能枪其兵者 未知有也 能置其名以 而不明于为兵之术 有之不可 不能枪其兵 而能避胜敌国者 未知有也 能枪其兵 而不明于胜敌国之理 有之不胜也 兵不避胜敌国 而能正天下者 未知有也 兵 必胜敌国以 而不明正天下之分 由之不可 故曰 至民有器 为兵有术 胜敌国有礼 正天下有分 则 相 法 话 决赛 心术 祭术 跟天地之器 寒暑之河 水土之性 人民鸟 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 虽不甚多 皆君有焉 而未尝遍也 未知则 亦也 鸣也 石也 四也 泪也 笔也 壮也 未知相 尺寸也 绳墨也 规矩也 横石也 斗弧也 较量也 未知法 七法见也 顺也 民也 酒也 福也 习也 未知化 雨夺也 险意也 厉害也 难易也 开闭也 杀生也 未知决塞 石也 城也 后也 诗也 度也 术也 未知心术 刚柔也 轻重也 大小也 石虚也 远近也 多少也 未知技术 不明于责 而欲出号令 游历朝夕于 炫君之上 言干而欲定其末 不明于相 而欲论才审用 由绝长以为短 续短以为长 不明于法 而欲致民一众 由左疏而又惜之 不明于话 而欲便俗意教 由朝柔轮而 西域乘车 不明于决塞 而欲屈众移民 由始水逆流 不明于心术 而欲行令于人 由被 昭而必居之 不明于忌述 而欲举大事 由无周疾而欲经于 谁显也 故曰 错疑化智 不知则不可 论才审用 不知相不可 和民一众 不知法不可 辩俗意教 不知化不可 屈众移民 不知决塞不可 不令必行 不知心术不可 举事必成 不知技术不可 四商百逆百逆商上威 监利商官法 监民商俗教 贼道商国众 威商 则众在下 法商 则或上流 教商 则从令者不及 众商 则百姓不安齐居 众在下 则令不行 或上流 则官徒毁 从令者不及 则百事无功 百姓不安齐居 则清民处而众民散 清民处 众民散 则地不辟 地不辟 则六处不遇 六处不遇 则国贫而用不足 国贫而用不足 则兵若而势不利 兵若而势不利 则战不胜而守不顾 战不胜而守不顾 则国不安以 顾曰 常令不审 则百逆胜 官爵不审 则监利胜 伏吉不审 则监民胜 刑法不审 则盗贼胜 国之四经拜 仁君谢贱威 仁君谢 则言时之事不尽 言时之事不尽 则国之情为不竭于上 事主所贵者宝也 所亲者妻也 所爱者民也 所重者绝路也 王君则不仁 至所贵 非宝也 至所亲 非妻也 至所爱 非民也 至所重 非绝路也 故不为重宝亏其命 故曰 令贵于宝 不为爱轻微其设计 故曰 设计欺于轻 不为爱人枉其法 故曰 法爱于人 不为重绝路分其微 故曰 微重于绝路 不通此次者 则反于无有 故曰 智人如智水老 养人如养六畜 用人如用草木 居身论道行礼 则群臣服教 百利严断 莫敢开思焉 论功继劳 未尝诗法律也 偏僻 左右 大族 尊贵 大臣 不得增其功焉 疏远 卑贱 隐不知之人 不忘其劳 故有罪者不怨上 爱赏者无贪心 则列臣之事 皆倾其死而安难 已要上世 本兵之极业 为兵之术为兵之术 存乎俱财 而财无敌 存乎论功 而功无敌 存乎智气 而气无敌 存乎选士 而士无敌 存乎正教 而正教无敌 存乎福习 而福习无敌 存乎便知天下 而便知天下无敌 存乎名于基数 而名于基数无敌 故兵未出境 而无 敌者八 是一欲正天下 才不盖天下 不能正天下 才盖天下 而功不盖天下 不能正天下 功盖天下 而气不盖天下 不能正天下 气盖天下 而是不盖天下 不能正天下 是盖天下 而教不盖天下 不能正天下 教盖天下 而习不盖天下 不能正天下 习盖天下 而不便知天下 不能正天下 便知天下 而不明于基数 不能正天下 故名于基数者 用兵之士也 大者实也 小者记也 王道非废也 而天下 莫敢亏者 王者之正也 横库者 天子之礼 也 是故弃成族选 则是之圣以 便知天下 神域基数 则独行而无敌以 所爱之国 而独立之 所悟之国 而独害之 则令行禁止 是以圣王贵之 圣义而腐百 则天下位之以 历少而官多 则天下怀之以 法有罪 赏有功 则天下从之以 故具天下之精才 论百功之锐气 春秋脚事 以炼精锐为诱 成器不克不用 不是不藏 收天下之豪杰 有天下之俊雄 故举之如飞鸟 动之如雷电 发之如风雨 莫当其前 莫害其后 独出独入 莫敢尽语 成 功立事 必顺于礼意 故不礼不胜天下 不义不胜人 故贤之之君 必立于圣地 故正天下而莫之 敢欲也 选阵若夫趋至时举 不失天时 无矿地利 其数多少 其要必出于技术 故凡功伐之为道也 既必先定于内 然后兵出呼境 既未定于内 而兵出呼境 是责战之自胜 攻之自毁也 是故将军而不能战 唯义而不能攻 得地而不能实 三者见一焉 则可破悔也 故不明于敌人之政 不能家也 不明于敌人之情 不可曰也 不明于敌人之将 不先君也 不明于敌人之事 不先臣也 是故以众激寡 以至激乱 以赴姬贫 以能姬不能 以教族练世姬屈众白徒 故实战时胜 百战百胜 故事无悖 兵无主 则不早知 也不辟 帝无利 则无蓄姬 官无常 下院上 而器械不公 朝无正 则赏罚不明 赏罚不明 则民性生 故早知敌人如独行 有蓄姬 则久而不愧 弃谢功 则罚而不费 赏罚名 则人不幸 人不幸 则勇士劝之 故兵也者 沈于地图 谋时观 日量蓄姬 其勇士 便知天下 沈于基数 兵主之事也 故有风雨之行 故能不远道离已 有飞鸟之举 故能不显山河已 有雷电之战 故能独行而无敌已 有水汉之功 故能公国就义 有金城之手 故能定宗庙 御男女已 有一体之志 故能出号令 明献法已 风雨之行者 素也 飞鸟之举者 清也 雷电之战者 势不齐也 水汉之功者 也不收 庚不获也 金城之守者 用获财 舍耳目也 一体之志者 去其说 尽雕俗也 不远道离 故能微绝遇之名 不显山河 故能服侍故 知国 独行无敌 故令行而禁止 故公国就义 不逝权与之国 故所指必听 定宗庙 御男女 天下莫知能商 然后可以有国 至乙法 出号令 莫不相应 然后可以至民乙众乙 未经许可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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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並